抗议这么久 每天盼每天看 这个数字都是揪心的数字 终于今天让人开心了 书心了 上海今天公布的数据 4月29日0到24时 新增肺炎确诊病例是1249例 无症状感染者是8932例 其中985例是无症状者 确诊病例为转规的 264例确诊病例和8932例 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也意味着上海在29号 首次实现了社会面亲临 这是整个城市 这是应该说抗疫以来的 一个重大的阶段性的里程碑式的战果 这是非常让人高兴的 但是好像各方面都比较谨慎了 把这个重要的信息 透露的重要信息呢 通过文字 写的文字里面写出来 但是通过数字体现出来 但是没有人说 没有官方的文件说 这个是首日清零 上海发布也说不松静 继续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这个虽然是社会面 首日清零的 但是大家呢 在五一期间 仍然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 很多的这个防范区 也在最近也提及为管控期 也是为了保证大家能够平安的 度过最近的这个转折时期 让这个新冠疫情呢 早日归零 或者说早日清零 您好吗 就是大家 autorabord Medal 标 elastic 许